我的身体心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已经不是六天前的成功了 这六天真是辛苦你了 我要尽快地召开董事会 刚才说什么身心俱变 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这次我在里边六天 我把我的前半生反反复复 滋滋气气地想了无数遍 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心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已经不是六天前的成功了 所以 辛罗 咱们别离婚了 好吗 你后悔答应跟我离婚了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离婚 这也是人设重建的需要吧 毕竟比起夫妻反目 婚姻分崩离析 回头是案更加符合公众的期待 也对你更加有利呀 凡事 我想好了 凡事 我想好了 如果你要坚持离婚的话 我就让我的律师 利用离婚男的障碍 拖着你 拖个一年 甚至两年 到时候看你离得成离不成 不用吧 我回来了嘛 你就不用那么累了 还有一件事 我要尽快地召开董事会 恢复我董事长的职务 回到原来的样子 刚才还说什么身心俱变 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你回来了 但你的犯罪嫌疑并没有解除 就算犯罪嫌疑解除了 你个人的负面的形象 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是不会消除的 你什么意思 我解除犯罪嫌疑的话 也不能恢复董事长的职位了 那那接替我的人是谁啊 是你啊 想听我给你一个意见吗 暂时隐退 离开公众视线 用时间消除公众记忆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调个个儿 我回家你出山 对不起 你要是不放弃 董事长的位置的话 我就会在公司董事会跟你开战 成功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荷尔蒙了 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 你还想折腾集团管理层 谁折腾了 我只不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我怎么就成折腾了 你是不是相信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吧 我相信啊 六天可以 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 做得好不好时间会说了算 谁当董事长 董事会上投票做决议 所以现在请你离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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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谢谢观看